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這款車是Vobo V60 這台V60算是比較後期的版本 因為它的動力輸出還有四輪驅動 跟之前介紹的版本是不太一樣的 這個的話大概300多匹 因為它是雙增壓 有機械增壓 然後轉速到達的時候 再變成是渦輪增壓 所以它的動力輸出的話是300多匹 算是僅次於Polastar的版本 所以它的底盤還有動力輸出 跟一般的之前介紹的款式是不太一樣 那也就因為是多了一個變成是四輪傳動 所以後方的懸吊重量會稍微略重一點點 那基本上它的底盤架構的話 還是跟二區四區其實是差不多的 那我們一樣先來看一下原廠避電器 今天車主的需求其實是覺得 這台車在操控的時候 會覺得比較偏向舒適一點點 那畢竟我經理自己是覺得 這個300多匹的車懸吊的話 如果跟不上動力的話 在激烈操控的時候 的確是會有一點危險的狀況 像是這個後方的阻尼 它的桶針其實阻尼算短行程 所以它的阻尼其實本來就不弱 所以我們如果遇到改裝的 為什麼改裝之後會覺得比較跳 通常是後方的阻尼的下壓 下壓值做的不太夠 像這個原廠的下壓大概就這麼硬了 所以這一台車的話 它的阻尼值還有整個設計的關鍵 應該是在後方的阻尼 後方的阻尼 彈簧跟避震器後面是一個分開的結構 在彈簧的中間 原廠本來有一個緩衝 防止觸底用的饅頭 那這個饅頭 改裝之後就可以廢除了 因為KT的設計在上座 在上座這個地方 就有一個 筒身裡面就有做了一個緩衝的饅頭 所以那一個饅頭是可以不必使用的 前面的話 因為是配置 翼型 就是上大 下小的彈簧 上方的話是要沿用原廠上座 所以這個上座 是需要沿用的 前面的話是配置 190長7公斤 後方的話是配置 225長8公斤的規格 都是這台車所專用的規格 那這台的底盤 下構是跟Mondel的四代是共用的 有問題 怎麼今天那麼多人 有車友幫我們分享 那這台V60它的底盤架構 跟一代的XC60 還有一個是比較加高 Close的版本 還有Mondel的四代 這些的底盤架構都是通用的 但它的前面的阻尼 我自己覺得壓起來就有一點比較軟 但是如果跟O系車比較起來的話 它的阻尼還是O系車一個中規中矩的阻尼 這後方的阻尼其實不弱了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後方安裝好的狀況 這邊還是這邊 這邊好 後面的話 這個是一個三角幾何 它的支臂比較靠近那一側 如果有看過經理直播的話 下午的話也有一台車 就是現在要舉例的這個車 Toyota的Ruffle 5代 它的底盤是TNGA的 它的懸吊位置就比較靠近前面 所以比較靠近前面的話 它的長度當然就會比較短 阻尼當然就會比較強 所以這台車的話 如果後方的阻尼不夠的話 後面改裝之後 搞不好會比原廠的懸吊還要來得糟 所以這台車的後面懸吊設計的話 阻尼一定要夠 一定要拉得住它彈簧的晃動 因為它的擺臂位置 不是在這個地方 不是偏向後面 如果偏向後面或者是拖一臂的車 它的阻尼的話自然就比較輕 這個是比較偏向這邊的 那這個後方的彈簧 是做了在這個地方 彈簧的上方有一個調整機構 這個調整機構的話是要放在上方的 如果車高的話 其實這台車的底盤 因為是T... 這台叫什麼版本 我有點忘記了 等我一下 真的忘記了 T6的R-Design 一般來說車友會說R-D的版本 R-Design的話它的車高是比較偏低的 所以今天的車主也跟很多的V60車友一樣 它有露營的需求 這台車拿來錄影真的很好用 所以有露營的需求 所以今天的車高 只要跟原廠R-Design的一樣高 並沒有要降低 那後方有傳動軸 跟之前的那一台不一樣 因為這台是四輪驅動T6的版本 那這台車後方的定位的時候 它的角度的話 竖角是可以做調整的 這是後方 但後方的話 我們沒有把阻尼做成可以外條 因為如果做外條的話 它還要再犧牲掉大概3到5公分左右的行程 那這台車來說就不太夠了 所以它的阻尼是做上條式的 上條式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 前面的話彈簧比較值得介紹 而且這一顆引擎 雖然我們是做今天的改裝 重點是底盤 但是這一顆引擎真的很強悍 因為是雙增壓的 這樣動力輸出的話 算是非常完美的一個動力輸出 因為我們低速的時候 如果像經理自己的車是渦輪增壓的 但是它非得要大概2000 甚至是2500轉之後才會鎮壓 鎮壓之後力道才會出來 但這個車它低速的時候是靠機械增壓 然後轉速上來的時候是靠渦輪增壓 所以它的動力銜接 就好像是4000-5000cc的NA引擎一樣 非常的線性 這個是這顆引擎特別厲害的地方 那我們先來看上座跟這顆引擎 這個是T6的雙增壓引擎 然後這個上座R-Design的版本 R-Design的版本 它原廠就有附一個拉桿 而且這個拉桿的完整度超級棒的 它連這個試蓋啊 都是分R-Design的版本才有這個圖點 超完美的 這個上座 它上座原廠就有三顆螺絲 但這個設定的話是要沿用原廠上座 所以這個上座的中間 它就有一顆旋鈕 這個旋鈕就是在調整前面的阻鈕值 如果往順時針的方向 往這個方向就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就變軟 所以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這個設計的超完美的 密合度超級好 待會調整完畢之後就會把這個 試蓋的話把它轉回去 這個是應該是2.0的吧 引擎動力的話應該車友會比經理更了解 2,000的啦 對這個是2,000雙增壓的 現在的2,000cc的引擎動力都超可怕的 譬如說 像之前開的GOV17代GTI的話 原廠動力大概220-240 大概稍微寫個1接2接的話都大概突破300匹 所以這個原廠就已經300出頭匹馬力 動力而且是2,000cc而已 所以動力很可怕 那它的上座 它的上座的話要特別注意喔 這台車還有剛剛所提到過的公用的車款 它的上座是有方向性的 它的上座有一個圖點是要朝內側 而且它的上座的話下方有一個指推軸繩 這個指推軸繩原廠也有做了一個記號點 這兩個記號點是要 兩個要對齊一條線之後再朝內側 所以這台車在安裝上 除了後方的彈簧預載之外 前面的上座沿用也是這台車的重點 那上座沿用好之後 這個彈簧它也有一個預載值耶 如果我們把這兩個托盤抬著在上面的話 它整個前面的彈簧是預載太多了 那就會不好做 這條彈簧是190mm 7kg 那我們預載的話大概預載3-5mm 不是3-5公分喔 是3-5mm 3-5mm的話就差不多剛剛好了 所以這個彈簧預載好之後 安裝上也比較簡單一些啦 像這個是離載算的固定點 離載算的話它原廠就有一個ABS感應線的扣距 這個是煞車油管的固定點 這個都算是一個專車專用的規格啦 所以上個禮拜的車友就有詢問經理說 我們有沒有這些零件的固定點 這個都是專車專用的規格 完整度的話算是還相當的不錯 因為台灣的話 產品並沒有針對這些法規細節下去做規範 但是國外的話會對這些安全相關的改裝品的規定 會比較嚴苛一點點 但KT的話一樣都是做外銷為主嘛 所以這些當然都要符合相關的安全規定 那離載算的話直接沿用原廠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做改裝 因為這個離載算如果鎖點改變的話 做改裝的話日後啊 離載算是一個消耗品嘛 日後要換的時候就會比較麻煩一點 前面的車高調整比較簡單 前面的話它車高拉長的話 我們只要把它的長度拉長 就它的車高就變高 那這台車的話 最低啦 輪胎可以大概到葉子板切起 但V60的話 一般車友需求比較沒有要到那麼低 因為這台的話都還是以家庭用車 或者甚至是很多車友有參加露營 現在很夯 所以這台車的話一般大概都 比原廠車高略低一點點就好 但這台車它本來就R-Design的版本 本來就比較低 所以今天的車友 並沒有要再把車高降低 好 那用料的部分的話 今天還是要跟V60的車友介紹一下 像我們裡面所填充的阻尼油 是使用意大利一整桶 進口IP的油品 它不是授權來台灣在做混裝的油品 像台灣有很多的大型的 是合法的 是真正大型油商授權來台灣混裝的 譬如說在新竹的湖口 在台中的烏漆 這裡的話有很多混裝的油廠 這些都是原廠 國外油商大廠 授權來台灣可以合法混裝授權 但KT所使用的IP主義 是一整桶從意大利進口的油品 所以油池的穩定度相當的不錯 那在攸關到產品壽命的部分 KT所使用的裡面油風 Orin的話是使用日本NOK的油風 所以整個的壽命 整個穩定度都相當的不錯 但KT的話本身就是製造的工廠 我們不是委託搭廠來做代工之類的 所以在售後服務上的話會比較直接 如果用了大概三五年之後 也許有可能啦 有可能有漏油 主營有衰退的話呢 那都沒關係 因為KT原廠就有辦法 針對這些的耗材來做汰換 甚至來做翻修的這些動作 所以選擇KT的話 車友要做這些售後服務的話 會比較直接 那KT這邊的話是台中的工廠 我們在KT的北區競銷 還有中區競銷商 南區的店家 我們都有提供完整的銷售跟售後服務 所以車友們如果有需要試乘也好 或者是有任何問題都可以跟我們聯絡 以上是今天VOLVO V6的安裝直播 沒有問題吧 剛剛有一個人說 這麼快就有車友過去裝了 我是上禮拜的車友 喔 上禮拜的那個車友 你好 上個禮拜的車友 認識了這個V60的車友 因為是很資深的V60的車友 所以認識的V60的車主 認識同底盤系列X系列60的車友 也很多耶 那當然謝謝車友們幫我們介紹跟分享 因為有車友們的介紹 我們才有辦法更繼續成長 謝謝大家 謝謝 掰掰